春雨 舒嬅協會 在 春雨 舒嬅協會 在 春雨 舒嬅協會 春雨 舒嬅 扬陷 風雨 舒嬅 春雨 舒嬅 春雨 舒嬅 我是村里书画协会的现任理事长陈淑兰 我们这一次很荣幸能够到生活美学馆来展览 那所有的会员都是经过一二十年 曾经在书画跟国画当中 那我们主要的会员都是以传统的计划为题 然后现代的景物的写生为用 所以大家都是把自己生活上的所看的 所想的 所感的 然后把它形出在笔墨上面 就像我们的会员施音音老师现在在现场会号 他本来的想法就是说 我写写书画能够在写写春联生活上可以用得到 可是一接触到书画浩瀚的书意里面 就沉浸下来 就会感觉到这种艺术的美呢 是这个意海里面真的深不可测 就沉浸下来 所以一写就是二十年 那我是喜欢到各地去旅游 看看各地的风景 明晴文化 这个景物 还有建筑之美 所以我这一次展览是以欧游系列为主 那其他生活在鹿港小镇的 他生活背景看到的这个鹿港的这个小街 里面的年纪大的长辈 这个背影 还有他小时候在家里面的一个灶咖 就是那个大灶 这个圣彩火的大灶 他觉得是非常怀念这种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 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 他感觉到他行住在这个画面上 所以希望各位爱好这个艺术的朋友 能够力领来参观之道 谢谢 在這裡坐那個酒 用命 已經在這裡 能力過呀 用力過 他說 不需要 然後 就要加紅啊 然後 坐到 後來 準備 然後 會 對 我們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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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